我是林佳怡 然后今年23岁 我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民族民间舞系 作为一个学生 步入社会 2020年特别重要 今年是一个 从实习到跟人接触的一个过程 所以2020年其实有很多计划 有采风应该排舞剧 但是由于COVID-19的到来 基本上不能去实习 那些计划全部被打消 中学毕业之后 我就直接在中国学舞蹈 我是1月中的时候回国 恰好发生了疫情 所以就一直在新加坡 6月中的时候 毕业生能返校整理行李 然后刚好6月15号当天 北京那里也发生了 第二次这个outbreak 所以又 went into lockdown 不能回去 基本上毕业生的东西 全部都在学校 我们班的毕业照 一堆卡顿的毕业袍 然后把我们的大头照 贴在上面 这是我们2020届毕业生的毕业照 特别好玩的一个经历 也特别的特别难忘 我在北京的七年里 我爸爸从来没去过 他想我多努力工作 多存点钱 你毕业典礼我再去 我说去啊 看你穿那个衣服 他就很开心 原本打算是毕业典礼的时候 让我爸爸去看看 然后我可以穿学士服 戴那个帽子 然后丢上去 但没有办法让我父母 witness到这个典礼 很遗憾啦 这次很遗憾 我是中国民族民间舞系 2016期的林嘉宜 我被受邀 在毕业典礼的时候 给一个演讲 然后我就兴致勃勃自己 很感伤很感伤地说完过后 然后我一看 为什么我的视频没有在动 我说原来我断线了 I'm not connected 然后我就赶紧地connect回去 我现在是在 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工作 8月开始上班 我负责的这个工作内容呢 表演教育和外展 所以三合一体的一起去推进 这个我们华族文化的这个心 恰好8月中开始上课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确保 我们有安全距离 然后大家也就得带着那个 肥羞 疫情的到来 其实影响了很多演出 和外展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面向社会的一个项目 因为疫情期间我们没办法 physically给他们上课 那我们通过网络呢 其实在家里也很难进行这样的舞蹈上的教育 当这些活动都取消的时候 其实我们进行了一个自我反省和在质量上面进行提升 instead of pushing for production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开放 能够真正去做外展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好好地写好剧本 好好策划好我们的项目 然后真正疫情结束 我们进入工作 然后把我们策划的内容呈现给公众 疫情是我们不可控的因素 但是计划和人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可以随着这个疫情的到来 随时去调整我们的计划 希望稳定了我可以返回中国了 那到那个时候我再去北京 拿我的毕业证书 然后再把东西安排航运回来 我也希望就是到时候回去能够借一下学士服 然后在学校各个角落留下那么一点记忆吧 感谢观看